浪凡基金会非常重视华东地区的体育发展 在董事长马永锐的支持下 第一届浪凡杯射箭比赛在卓西国小举行 吸引不少射箭好手前来参赛 活动也邀请到多位的射箭国手来勉励小小射手 朝着梦想前进不放弃 小小神射手各个眼神专注 确定目标放箭射众红星 这是第一届的浪凡杯花东纵骨射箭邀请赛 就在卓西国小举行 浪凡基金会董事长马永锐表示 基金会2022年成立以来 积极投入各项公益赞助 力推花东偏乡关怀跟协助 鼓励学童适信是所有用于注目 陆续赞助了瑞穗国中万荣国中 红业国小体育才艺以及卓西乡清水部落 急难救助相关的卷赠 这里我特别要感谢 局校长以及各位市长们大家的协助 让我们的射箭的这个活动呢 能够在台湾呢持续的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这个向前走 也再一次的感谢现场这么多的国手 能够一起来参加 也希望在场的小朋友们 你们今天呢能够拿出你们的实力 好好地发挥 希望能够百步穿扬 开幕当天嘉宾云集 力要多位的澳亚运射箭国手蒂林 让来自花莲台东 宜兰 苗栗等射箭好手 有机会一赌在澳亚运场上 发光发热的国手风采 所以未来呢 现场的所有小朋友 你们的将来都有机会 代表台湾在全世界拿到奖杯 拿到奖牌为台湾争光 你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集结会主办第一届 浪帆杯花东纵骨射箭邀请赛 这样的赛事只是起点 未来将更多资源溢注 进城目标 期盼透过体育和才艺 提高偏乡学校以及学童的能见度 开启竹梦的大门 远程的目标是为台湾培育体育核手 为国争光 敬奋行李 记者高双双 卓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